准备一根胡萝卜洗干净,削皮先切片再切丝 然后切成胡萝卜末 切好之后先放在一边等着备用 再准备半张豆腐皮,切成细丝 装入盘中 6-8朵香菇提前泡发,也切成丝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接下来再把木耳提前泡发,大块撕成小块 黄花菜也是一样,提前泡发 葱姜蒜末提前准备好 再准备一块瘦肉,切成片 不要切太厚,也不要切太薄了 接下来加入料酒,食用盐,白胡椒粉 食用油,生抽,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红薯淀粉 可以使肉做出来更加的鲜美滑嫩 搅拌均匀后,先放在一边腌制着 接下来加入一大勺玉米淀粉 加入适量清水,搅散开 油烧热,先把葱姜蒜末爆香 炒出香味后加入胡萝卜末 炒上几十秒,加入香菇丝 继续煸炒 大概2分钟 再加入一大碗清水,烧开 烧开后把黄花菜,木耳加进来 先煮3分钟 再加入干豆腐皮 最后加入食用盐,生抽,蚝油,调下味 再次烧开,加入水淀粉 搅拌均匀 把腌好的肉片加进来 用筷子迅速拨散开 大概煮3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喝的时候再加点香菜,葱花 这样做的香菇肉片汤 既简单又营养 尤其是肉片,特别的鲜美滑嫩 真的是好好喝,又好好吃 夏天多做一些给老人和孩子 既能够开胃,又能够增加身体的营养 喜欢的话可以收收,谢谢您的观看